这个是把镜器 这个弄出几株瓜都有 好 咱这个弄也不错 这个保养器一定要开着 平常不用的时候也要开着 因为它特有趋势 一直都开着的 就是换罐的时候把它关一下 平时都是开着的 楼梯的时候特有提示咱 也是对咱自己安全一个保障 对吧 好吧 然后这个送罐的时候 朋友们换罐的时候一定要开好 过洗罐 不要咬 好吧 好 近期 郑州市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局花园路中队 针对辖区内餐饮服务场所液化器官的安全使用情况 进行了一次排查 在排查中 执法人员发现了一些 未按要求使用液化器官的行为 我刚刚跟你说 这个没气罐要求里活 举例超过那点污泥 你咋跟它活出规划一下 好吧 因为这个 这个安全是 主要是稳定考虑 服务场 才能上一个圆 region 不会找到重参的行为 服务场 把食物放在里面 市场 但还有背上ση 不要忘卖 需要当面说 尽管我们间的食物 must consume 安全使用液化器罐不仅是对饭店顾客负责 同时也是对饭店操作人员人身安全的保障 针对执法中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提出了整改意见 并责令他们限期整改到位 根据相关条例规定 我们会对辖区品框液化器实行情况 每个月进行普查 在此次的寻常中 我们发现有新增的品框液化器 未安装报警装置的情况 对此我们对他进行了现场指导 并要求他们限期整改 下一步我们依然会加大此项工作的巡查力度 在这里也呼吁市民 在日常事况中发现有商户 没有合规使用品框液化器的情况 可以向我们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法治现场记者报道